他就不會發作了 這樣 對啊 因為決定在自己 對 然後我爸爸說他身體能好 怎麼做呢 沒有 你要請他 戰日 他有拍到嗎 就問他 問他 當然我剛剛講的 身體 第一個是心態 快樂 平靜 那你要看到他 那你了解他 他的個性是不是擠壓 或暴躁啊這些 OK 那第二個就是 孝順以慈悲 我們要經常 感恩祖先要回向給他們 然後再來要懺悔 因為我們這輩子 可能沒做什麼壞事 但是我們過去是 搞不好是軍人 搞不好是 造了一些傷害到別人的 所以你要跟他懺悔 那平常念地藏菩薩 就回向給他們 再來飲食習慣稍微 改變一下 就是說 佛教就建議 少吃肉 多吃水果蔬菜 這樣 然後 你要是開始心裡沒有壓力了 平靜了 身體就舒服一點 但是 當然做長輩會煩惱子孫 如何減低煩惱 減低壓力 互相減低 所以你健康 你爸爸就安心 你不健康他就煩惱 就是這樣 所以 那你為了父親 所以你要改變個性 至於你個性怎麼樣 可能要問你的愛人 這樣 他更了解你 看你要不要修正 這樣 就是 互相修正 而不是互相修理 就 引導對方 但是不要去刺激對方 對啊 那其他的佛教就希望我們守戒律 布施 送經 這樣就好了 對啊 好 還有就可能要念念要事經吧 因為要事經告訴我們怎麼做怎麼做 對 海濤法師 我是六月份很慚愧 六月份才接觸佛教 然後再通過Facebook 看到 從海濤法師這裡了解到很多關於佛教的知識 所以很感恩海濤法師 但是我現在很猶豫的是 我感覺我以前年紀輕不懂做錯很多事情 然後我想 是不是應該要出家才可以 不管做錯什麼事情 最主要是 懺悔而決心不再犯 有些人是有懺悔 但是他可能將來還要犯 那個就沒用 對 就是說你已經真心懺悔 然後決心不再犯 再來你去修一些對峙的福報 比如說過去殺生多 現在就去放生 墮胎 然後現在就去送地藏經 對 我現在每天 這樣就好了 對 然後你有努力在做 他們一定會消夜這樣 一定會超度 那再來就是趕快積極的去利益眾生 你去修行就好 不要一直活在過去 對 我知道我現在每天有懺悔 然後我幫墮胎因而念 地藏王心咒 每晚都會 超度都在胎兒 一點都不困難 但是只要方法正確 就是要慚愧心 要愛小孩子 要對佛菩薩有信心 這樣就好 好 請問一下吧 海桃 法師 您好 那個 我現在再有苦人家在這邊住 我在國內嗎 為了十多年就流浪毛流浪狗了 你說我前世是不是跟他們有緣呢 我想你喜歡狗一定是你的親人在做狗 所以說很多人養狗都是他過去的兒子女兒 所以因為他很喜歡他 所以他也會喜歡所有的狗 因為他看到狗就像看到兒子女兒一樣 那我想這也不是壞事 因為狗也是眾生 可是說就盡量幫助他們 幫助他們 就是幫他們念山歸義啊 多念佛號啊 如果你們為他吃東西的時候 順便跟他念佛 希望 我還給他們修了一個小院 但是你不能把狗當寵物 然後越來越愛他 將來你也會投他變成狗 那就不行 就是說今天我們愛護這些流浪狗 是希望像我們那邊養了三千多次 通通吃素 關起來就吃素了 然後為他念佛 希望他將來不要投胎做狗啦 做人啊 去極樂世界 是這樣 而不是去貪愛他 執著他 有些人為了養狗跟 對 但是不能為了狗跟別人吵架 對 因為我發現很多愛狗人士 就很容易跟人家吵架 對 那就不合理 這樣就變成偏執了 我的退休工資 基本上全給流浪狗 流浪貓化 對啊 但是可以 但是要 要估計自己的能力 不能超越自己的能力 你能夠養五十隻 你就不要養了一百隻 因為到時候 品質也不好 因為救不完 全世界狗都給你 你也沒辦法 對 但是就評估自己的實力 很平靜的可以去做 但是如果你養到起煩惱 那就不行 起煩惱不行 像你們養狗講的狗會哭 你怎麼沒有為豬哭呢 對不對 你為那些餘哭呢 那這就是執著了 那就不行 好 就說我女兒她晚上經常做噩夢 經常是這樣子 尤其是有重大的考試 或者是比賽的時候 她一旦做噩夢 就說直接結果就不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佛教的講法分兩個 一個是煩惱的心態 一個是她的業力 包括冤親在主 也就是說 當她有壓力煩惱了 冤親在主就可以利用這個煩惱 找她麻煩 跟生病一樣 因為冤親在主一定要 你有起煩惱的時候 她才可以發 她才可以侵入你 所以當然你要告訴你的女兒 就是說 考試成績好不好 隨緣 平靜最重要 你要告訴她不能有壓力 如果有所求的去做 壓力的人生 我一定要考上 我一定要第一名 我一定要賺錢 我一定要結婚好 你整個在傷害她 因為我們學佛是告訴她 面對變化 平靜 平靜但努力 接受 這樣就好 她就沒有壓力 沒有壓力 就冤親在主 就不會靠過來 還可以超度冤親在主 那這樣她生活就正常 另外還是這樣子的 她有時候夢呢 會夢見她周圍的親人 就是說 譬如我啊 譬如她哥哥啊 就是這樣不好 那樣不好 就是說 有時候她會夢見我死 有時候會夢見她哥哥啊 看不見東西啊 什麼的 所以她就很驚慌 我能為她做些什麼 我想你還是要讓她先不會亂做夢 就是說 要要有 因為她內心有煩惱 她也才會因為 日有所思夜有所想 就是 所以你要讓她 念心經啊 抄抄心經啊 先安定她的心 該睡覺的時候要睡覺 因為她心不穩定的話 對她生命就是個干擾 所以 而且會變成胡思亂想 因為那個事情也沒發生 變成 被她壓力 所以 不能再給她壓力 就是說 就是 帶她輕鬆一下 但是她壓力以來就會胡思亂想 所以 就像有些人 你給她壓力她就會憂鬱症 你不給她壓力她就乖乖了 所以 可能在精神方面 你要設法 叫她學習 平靜啊 接受啊 輕鬆啊 那心經她不懂 念了也可以 不懂沒關係 先抄就好了 先抄的 先抄或念就好 好 謝謝 先把它背下來 好 師父 我想問一下兒子的事情 因為她最近半年 經常大喊大叫的 然後特別特別難養 之前的時候特別好 現在的時候 就是有的時候 還會說一些不好的東西 就是 二月底就四歲了 剛剛那天 對 張璇 因為每個人都有她的過去式 雖然她年紀很小 但是她會有過去式的想法 習慣會跑出來 所以 你只能說 多幫她懺悔 然後也回向她過去式 附在她身上 所以說很多小朋友 從小就有情在在主在找她 她就會有感情上的 欲望上的問題 她被控制了她沒辦法 所以有些有暴力傾向 有每個人每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 那當然 無論如何就是說 替她懺悔 那最好的方法 剛剛講的 《誦地藏經》 然後呢 替她修福報 跟《誦經》的功德 也回向她身上的冤親在主 因為冤親在主 會來干擾她 干擾她 所以讓她很痛苦 她也沒辦法控制 對不對 所以 那當然這些跟父母都有關係 因為父母的 那個時候的心態行為業力 就會趕遭到這樣小孩子 不管 我不知道她什麼問題 就是說 那幫助的小孩 最好的方法就是 我們改變了 就可以有功德回線給她 比如說 我這個人貪心 那我最近不貪 回線給她就可以減低她的嘆心 這樣 而不是說要求她改變 事實上是自己要改變 所以 因為父母啊 子女都跟我們有共業嘛 共業 所以 有共同的 過去的行為習慣 所以自己必須要 真心的 懺悔改變 然後把這個功德回線給對方 就這個意思 就像父母親 你不可能叫她 改變什麼 但是我們做子女的 父母親愛生氣 所以中風 所以我現在決心不生氣 那我就可以不生氣 這種功德回線給父母 不中風 就是這個意思 不可能叫父母 一定要改變 因為他們年紀大了 通常對小朋友也一樣 就這個意思 謝謝海濤法師 還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們夫妻有 有產胎兒的 如果有也一定要超度 因為她也會影響她 如果做父母的 跟兒女不能溝通 這是有一點正常 因為因緣 但是千萬不要一直強迫 對方 或是強迫自己 一定要跟對方 做什麼樣的溝通 反而會傷害彼此的關係 這個時候 一定要用佛的力量 千萬不要用自己的力量 比如說 你可以 看你喜歡念地藏經 念普門品 念完以後 你就把你自己的心 融入在地藏王菩薩的心裡面 然後由地藏王菩薩 或是觀音菩薩 去跟她說 了解嗎 而不是用你的態度 因為用你的態度 她不會接受 對 就是說 儘管我能夠包容她 但是因為畢竟影響到她的身體 就內心還是有點交集 我可能 因為我剛剛才開始學佛 很多東西也不是很懂 所以 所以你現在就是 現在告訴你這個方法 你就 剛剛你那一句 前面一個朋友問的問題 你就說了 父母子女是共業的 用我們的那個業力去回家給她 所以 如果你是用過去式 執著她的心態來跟她講話 就像夫妻在講話會吵架 對 因為沒有用 因為做你兒子 一定過去一定是你的先生或情人 不能不會做 那你跟她講再多的道理 她認為說 你煩不煩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她 基本上的心態 她就認為 可能這輩子做 除非她學佛了 如果一個人對方學佛了 她會扮演兒子的角色 我媽在跟我講話 所以我要孝順 但是如果一個沒有學佛的人 她永遠會站在過去的习氣 爸爸跟兒子講話 兒子不理人 因為兒子上輩子是爸爸的哥哥 我憑什麼要講你 聽你講話 所以 可能你就必須要 如果真的要跟他講 你不能用媽媽的立場 你必須脫離這個立場 用 我是你妹妹 我是你女兒 然後很謙虛的建議 那可以 當然最好的方法是 用佛菩薩的心態 所以 就跟他講 念完地藏經 阿彌陀佛 然後 觀想自己變地藏菩薩 要說之前 就跟他說 這樣可以 不能拿出自己的 媽媽的這種威權 這種囉嗦 都不行 因為沒有用 你已經試過沒有用了 所以佛教裡面的無我 就是說 叫你要換另外一個角度去處理 雖然你要慈悲 幫助他 但是幫助他必須要有 有智慧 這個智慧講的就是無我 不能用個人的個性 去跟他講話 昨天講要用佛性 不能用個性 才有辦法 那我想對你就是個功課 這就是你的功課 不是他不好溝通 連你自己都不好溝通 因為你沒有用佛法 跟對方溝通 所以你要跟對方溝通 最好的方法是 自己用別人佛法的思想 這樣就可以 所以 反而他給你功課 謝謝 應該是他是給我的一個功課 我就覺得自己 現在是悲心是有了 我會去憐憫他 我認為他是 我職合一種無名無知 才會導致他現在這種狀況 但是覺得自己就是這個方法上